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人盛世 今天是1月7号星期四 那今天我们会做一个非常特别的edition 平常我们都会聊一下关于股票呀 或者市场的一些信息呀 但是昨天发生件非常重大事情 所以说我们今天决定换一下我们的风格 主要的原因说真的 我正常来说我也不太喜欢去聊politics 因为最后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聊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今年2021年 我们要怎么样去投资 不管是股票房地产什么东西的话 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这是一个话题 我们大家还需要多了解一下 那我们周二那天我们讲完的时候 我们就说 Senate election很重要 最后这两个位置最后是分一边是蓝一边是红 或者两个都蓝两个孩子都是红 这个是会有一个很大的implication 那最后结果已经出来了吗 最后 Democrats took both seats 就是现在 Senate 来说吗 50 50了 那在50 50情况上的话吗 那个 White House 的那个 Vice President 有这个权利 可以 break 这个 tiebreaker 所以现在变成是怎么样了 我们有一个 White House 吗 就是 President Biden 完全是支持就是 Democrats 这一边的 我们有 House 也是 Democrats 我们现在有 Senate 也是 Democrats so 要来这两年的时候吗 我们有一个 Majority Democrats 吗 他们有很多他们的这些 policy 吗 政策他们可能是想要 push 的话吗 就是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概率吗 可能在这两年的时间 真的都都会过 那这个会怎么样影响到这个 market 而且我今天早上说真的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吧 对 而且我们现在看的是主要不止不仅仅是拜登总统政策 而且而是整个民主党他们会在接下来两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吧 会影响整个市场 那首先呢我们先从那个清洁能源来看 老高你怎么看 我 我知道拜登那个时候 他就在10月份选举的时候 他就说他的这个叫做 Green New Deal 他就说这样子他想要再花更多钱就投资在跟 呃我们就说跟 Clean Energy 就像电车这种东西吗 他想要花多一点的人去可能去支持这些 so 对我来说吗 这段时间如果你再投资像 Tesla 说真的今天如果大家有在注意看 今天早上 Tesla 已经800块了 一个 share 对 800块 记得去年那个时候 8 月份吗 很像还低于 300 块 ok 但是你现在会看到吗 未来现在电车的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了 现在除了 Tesla 的话 你所有那些大的 automaker 不管是 Volkswagen Toyota Mercedes 这些他们的 Model Range 里面 都有他们自己的电车的这个 Model 了 ok 那但 Tesla 有一个 Advantage 是算它是算 one of 美国那个第一比较早的 这些做电的这些车的公司 但是我们顺便可以考虑一下 除了 Tesla 的话 连那些中国的公司像什么 XPEV NIO 这些的话吗 他们现在你会看到他们的 Stock 有很多的未来这个 Potential 在这两年 你这边有什么还要想补充的 老高说的很好 但其实就是说对于电子车来说 最大的两个困扰 一个是他们的价格 另外一个就是电池的续航 那在民主党当政的话 如果他们支持清洁能源的话 那很有可能政府会给这些公司 比如说给他们更多的资金上的补助 或者是 tax cut 可以让他们去比如说加更多的充电厂 所以说对于电子车市场的话 就是在接下来两年是非常看好市场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Topic 大东商品 老高你怎么看 这个的话也就是跟刚刚那个Biden来说 因为Democrats他们的Policy是要花很多钱 就是他们就是很在乎就是这种spending嘛 就是为了要帮助这个economy 所以就跟这些有相关的一些 就比较偏英文叫Hardware的这种的嘛 的这些公司嘛 说真的这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股票已经开始在涨了 就从那天Senate嘛 他们已经确定那两个C是Democratic 我看很多他们这些stock已经开始就有2% 3%的那个gain在第二天了 对 其实那个美国收入两句话也非常严重 就是说有钱人非常有钱 那收入低的话就很有也非常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就是说非常需要这种大东商品的支持嘛 尤其是有收入不是特别高的 也很非常希望政府可以给他们各种更多的那种补助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科技公司的未来会怎么样 科技公司未来的话这两年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原因是因为Democrats他们是对就是monopoly嘛 他们对这种monopoly很在乎 我记得就是在那个我们年底10月底的时候 在那个那个Congress已经有hearing 就针对像Google 针对Facebook这些 他们那时候讨论说是不是Facebook已经太大了 是不是应该要把他里面那个Instagram猜出来了 所以可能这几年来的那个科技公司它的发展 因为你要很多这些科技公司嘛 他们都是经常都在买来 就是在收购更小的企业 那个Google嘛 他就把YouTube就是买起来 那个Facebook嘛 他把WhatsApp他把Instagram这都买起来 有没有可能再来这段时间的话嘛 美国政府可能他比较不会Approve嘛 让很多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在收购这些更小的公司了 所以我们也要多注意一下 因为我记得第二天的话 有一些Techstock说真的吗 反而有稍微掉了一点 对其实在11月份的时候 很多就尤其是那种大型公司吧 觉得那个民主党不会赢得这个SANET这个位置 但是呢 所以当时11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技股一直在猛涨 但是到昨天为止 就是明显能看出来 就是说之后的那个涨权的肯定是属于民主党的 那对像刚才老高说的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话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尤其是不让他们就是说垄断整个市场 那对之后这些大型科技公司 他们的发展趋势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平常发展趋势 基本上是出现一个竞争对手 如果非常影响自己的话 他们就会收大价钱把它购买下来 或者是用价格战把他们给压下去 那如果政府不让这些大型公司 继续用这样的手段去垄断市场的话 那对于科技股的发展的话 在接下来两年也是 他们发展还是很有限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大麻 大麻是这样吗 整个美国来说 美国总共有50个州 已经最少一半的美国州吗 大麻已经是合法了 但是在federal level 就联邦那边的话吗 美国整个国家来说吗 还不是就是合法的 有没有可能吗 在这两年的话 从那个美国政府这边 联邦这边等于 他们就会把大麻吗 就在全美国就算就合法 就死了 因为under Republican的时候吗 这是肯定不会过的 但Democrats他们很多 Policy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很多在讲说 要不要考虑 就是我们就来 Legalize一下 马尔瓦那了 对这个就有说 就是一些民主的一些弊端吗 因为有很多人 因为要少数服从 少数服从多数 那基本上 现在能看出来 大多数人是选择 就是说让大麻合法化的话 那这样的话 对于那些不喜欢大麻 或者家里有孩子 想要让孩子避免这些 大麻的这些影响的话 也是非常受影响的 那我们也就是 还是要关注一下 在接下来两年 那个美国政府对大麻的 那种不同的政策吧 因为说真的吗 大麻现在在公司 他们的Profitability 也是特别的高 你现在看到在 就IPO上的话 我觉得从Legalization角度上 如果开始合法 我们也会看到 就更多这些公司 就是跟大麻这个行业有相关的 他们也开始就IPO 就股票上市了 所以这个也说真的 也是算一个未来 一个新的一个市场 就以后投资的话 可能就是也可以考虑 就投到这些大麻的这些企业了 因为很多这些公司 特别那个早期的 他们是特别真的是很Profit 我说真的 只是因为是都有那种 政府这样的限制吗 他们那个时候 还没有真正可以去realize 他们的这个market的这个potential 对 然后呢 有一些那个投资上的策略 不能说策略 就个人情感上面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大家说 投资的话 不要把个人情感加入进去 但是就是这属于那个大盛自己的私心呢 就是说如果你不支持大麻的话 那我也不建议你买这个大麻的股票 就算他能帮你赚钱 老高你怎么看 说真的吗 我我对投资对我来说 我只是考虑最后能赚出来多少 就是ROI这边为主的 我很多时候说真的吗 我对这个公司 他的这个business model 还是他做什么东西 那个不是我的priority 我只看他的这个EPS 就earnings per share 我会看他的这个未来的potential 那是我自己的investing strategy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topic 那现在民主党对中国的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 就是说跟川普政府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政策呢 那个老高你怎么看 我知道第一个东西 拜登肯定他不会像川普 就是那么aggressive 就是很多东西 直接是针对那个川普为主的 我知道从移民那个角度的话 拜登他这会会比较open一点 这当然不只是针对中国 但是就对全世界来说 因为我知道川普那个时候 就很在乎就是immigration那方面 但是嘛针对中国这边的话 我觉得拜登也还是不会那么的容易 因为我们我还记得 我们周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说那个New York Stock Exchange 他们本来就说 他们不会再delist 几家中国的那个就是一些公司了 反而那天晚上我一看了新闻 他们又转回去又说说好说 可能又要把这些公司又拿掉 那现在变成是不是又一些 其他的中国的这些股票上市 但是host在美国这边的stock exchange 连一下阿里巴巴 有没有可能他会被delist so这些可能从一个投资角度上 可能是这段时间有的人 就会想就先把这些股票卖掉了 是不是这段时间就针对一些 海外international stock 特别中国的企业 从美国这边投资 是不是不太好 这个也算是一个大的问题 我这段时间我也想多做一点功课 你那边打算你觉得呢 嗯 其实不管是川普那个 川普当政的时候或者是拜登接手的话 那对于中国的这个打压 其实大家明显能看出来 就是说中国的那个 嗯 中国的成长就是非常的惊人 那对于美国市场来说的话 如果要保证自己在就是说拿到属于低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不让国内不让国内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话 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说不让他们就融资吗 因为你如果上市你当然是需要更多钱来帮自己发展 那如果美国那个纽交所也不让中国公司上市的话 那在融资上面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但这样的限制会不会就是导致国内很多公司 就说不在美国上市了 就可能选择去那个在国内本身 就是比如在英国的在香港那块上市呢 或者在深圳上市那个老高你怎么看 我觉得说真的美国还是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市场 像很多公司是这样 他们本身在美国上市 他们自己在本地就国内那边已经股票上市 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美国上市的原因说真的也是为了 就是increase他们的一些就是capital嘛 为了在海外那边的发展 自己本地国家嘛 那边就股票上市是为了自己的那个 我们就说就中国那边市场 但是你去海外像New York Stock Exchange 是为了你的海外那边的这个收入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税收 老高你怎么看 我很怕 那个大家不知道就是老高其实是自有公司的 那对于拜登 他其实当时演讲时都说过要给那个企业加增加税 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主要的一个大的担心是这样 under拜登的话他肯定想多花钱为了帮助这个economy 但是问题是没有一个叫免费的这个钱 肯定是要有人买单 那从拜登的角度上那就变成企业就需要帮忙买单了 拜登他肯定是想要提高corporate tax 然后连自己的的personal tax的话 拜登他也打算你要把这都要提高 还有capital gains tax capital gains嘛说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大家 capital gains就是你投资 我如果今天股票我买100块 我卖了250块 中间赚的这个150块的话 拜登这个capital gains tax他是想把它提高 这个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因为按照原来的比例来说的话 我记得是9000块钱以下只收10%对吧 就是如果短期卖卖买卖的话 那在于那个拜登他如果在税税上面改capital gains 就是这个政策的话 那对于大家经常就是说玩day trading的话 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那对于这样的话老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就是说怎么样合理可以避税 所以这方面的话 当然避税则是会计师还是最了解的 但是最简单很可能很多人嘛 他们就是这样子他股票就不卖了 他就先hold住了 或者他们还会去reinvest的那个的钱嘛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投资那些mutual funds的话 那这样的话从IRS的角度上 这个不是算真正的赚到的钱 像今天举例嘛 如果我的Tesla 我是400块买了Tesla这个股票 涨到800块 我没有卖掉嘛 我这个钱还不是真正的赚到 因为如果明天Tesla跌到300块的话 说真的我这也是算是一个loss 但如果还没卖的话 这个还不是算是一个realize 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在账上是有发现账的 我们今天这个上下这个东西 如果你钱还是hold在里面的话 这个都是叫做theoretical的 你赚到的钱还是你赔的这个钱 所以拜登这个税收政策呀 就是说如果他是会持续的增长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让那个投资者们 选择长期持有一只股票 比如超过一年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整个市场的那个 资金的流动性呢 当然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我知道我最近也在关注 就像比特币嘛 比特币今天早上已经39500了 记得哦 才几天前 很像上周我们还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才31000或者2万多 然后变成就像很多人 他们开始就把一些钱放到一些其他的地方了 因为crypto现在很多部分 美国政府现在他们还不是特别是regulate 所以有的人有一点我不想说是洗钱 但他们开始把一部分他们的这些asset嘛 挪到crypto去 因为他有点像是一种云端嘛 现在RS那边还是看不到的 当然理论上在2020年报税 你现在也是要说 如果你手里是有拿着crypto 但是说真的吗 现在从我这边的理解是 如果你没有报的话 RS也很很难就是能真正的查得出来 你手里有多少的这样的比特币 好那在税收上面的话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慢慢和大家一起继续分享 那下面我们来看那个救助金 救助金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拜登政府 他们就是说整个民主党吧 会非常愿意就给大家发那个发钱 尤其是接下来的那个2000美金的那个救助金的这个话题 老高你怎么看 我们英文来说就是就是有更多liquidity 就是整个市场来说会有更多钱了 你知道去年吗 我们美国政府不是就印了那个1200吗 如果就是老公老婆这样一个家庭 就2400一个家庭 你知道整个美国历史下来 所有印的钱吗 去年吗 就占了30%哦 如果美国整个历史来说只有印了100块 去年就印了30块了 那算是个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然后现在我们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那个就已经确定好了600块 然后现在那个拜登他也说了 因为那个senate 现在确定是跟他们一样的这个 那个political group的话 还会再来个2000块 所以总共每一个人是不是发2600块 那这个钱说真的 是不是你会看很多人会拿这个钱来做投资 我记得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录这个视频前 我们两个在看就是很多这些股票 然后那个s&p的那个整个那个volume trading 你发现从疫情开始后 因为是疫情后才那个美国政府 开始发那个1200给每个人 你发现吗 现在开始很多人拿这个钱去投资的话吗 说真的比以前最少 我觉得成长了25%到40% 对因为这个这件流动性的话 大家拿到那么多钱 除了去消费的话 就是投资股票是大 就是说如果大家看这个trend的话 可以看出来从3月份到现在 每个index就是说这个钱一直在进来 那这里面有一个巧妙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银行股也在涨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如果要把钱投到股票里面的话 首先这个钱肯定是放在银行里面的 那大家知道银行运作的方法 就是把钱借给其他人 那在这期间呢 银行他其实是会招大量很多很多的现金 所以说银行股我是蛮看好的在进去 如果是政府会发更多钱的话 你说的对呢 因为这几天吗 你知道从Senate那个election结束后 你会发现像BOA Walt Fargo 这些银行他们的股票已经涨了 很像如果这两天累积下来 已经最少平均来说已经涨了4.5% 对银行股其实作为一个 怎么说保值的股票吧 虽然不会涨太多 但近期化也可能算是他们的一个小的momentum 大家可以就是说一直关注下去 那我们来说这个2000块钱的救助金 那个老高你觉得会不会发 然后什么时候发 我觉得现在的话肯定是会发了 然后这个钱的话最快1月底 因为那个拜登是1月20号嘛 他就officially就记那个Y号 就当做美国新的总统了 他自己已经都答应大家了说 那个如果这个Senate的话嘛 也是都选上Democrats的话 他说这个2000块很快就会给大家了 那说话就要算话了 如果你也知道现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也都没工作 你看新闻昨天嘛 就是因为这个Senate 有一大部分人不太开心嘛 都都冲进去那个Capital Hill 这个以前都没发生过了 变成现在如果政府没有给这个钱的话 因为大家已经就是大家都想好 会有这个2000块进来了 就是会发给大家 如果不给的话说真的 我觉得在Washington那边肯定会 还有更大这种像灾难 还是这样的这些出事 但是之前那个600块资金 就是说已经开始发了嘛 然后我看到网上就是有人已经收到了 然后有些就是从网上的已经收到了 那拿支票的可能还没有收到 那在这个600块钱和2000块钱之间 会不会太短 刚才你说就1月底会发吗 那美国政府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印这么多吗 就是说把钱就寄出来 政府从技术上角度他们是肯定是可以弄的 因为我这边身边已经有朋友 他们就是那个网路上 Direct Deposit那个都已经说都收到 他们的那个600块了 政府现在说真的吗 是因为他们已经答应人家了 因为他们Election year 就是刚结束11月份那个时候 大家就push说我们就是要给每个人钱 因为现在经济就是需要这个东西的 所以现在政府说真的 他们已经没选择了 他们那时候是dying 就是每一个人会补贴这个2000块 他们才说真的吗 今天大家才被选上 那现在真的就说话要算话了 好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结论的话 老高你这边有什么结论 我的结论是现在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准备好钱要投资 因为特别是刚刚我讲这个2000块 每个人要补贴 我们已经看到1200的这个钱 给每个人说股票这边就大量涨 因为很多人他们就觉得那段时间 说真的现在餐厅还是关门 很多东西说真的可能往过来说 你该买的东西都买了 很多人可能就想说好吧 我趁这个机会 可不可以拿这个钱再去赚更多钱 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吗 Stark Market一直往上涨 我自己都没有想象说今天早上 Tesla也会涨到那个800了 那个800块的share 你知道今天新闻都说 Elon Musk现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了 已经不是Amazon的Jeff Bezos了 So 往上看的话嘛 就是我们往前看股票这个东西 短期来说最少到quarter one的底 肯定我们会往上就一直还是这样子涨 那是不是到我们夏天的时候嘛 就是拜登他们在开始讨论 他们这些tax policy就是税这些东西 有什么新的这些限制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yes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 但是long term来说的话嘛 现在投资特别重要 因为inflation都一直在涨了 我们两个经常都商量说 如果你一年来说你自己的portfolio嘛 就不管是你投资股票 还是你的这些房地产 还是你有这些asset 平均一年如果没有成长3%的话 说真的吗你一年都是在lose钱了呢 说真的现在就是这样了 我昨天早上还跟同事聊 他说他买了一个汉堡花了13块钱的 我还记得不是以前早上买个麦当劳才 只需要5块钱吗 对就是说政府不停的在印钱的话呢 肯定会导致一个inflation 所以说大家如果手上有闲钱的话 那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就是说把钱投资到 不管是股票啊或者是房地产呢 甚至于你可以去报个网课 让自己就是说多学点那个技能 多赚点钱 我建议大家还是就是说先慢慢看一下 就是说拿到2000块钱支票之后呢 可以看看第一个那个市场 就是我们刚才聊过的一个是大麻的市场 第二个就是那个清洁能源 然后还有是银行股票 这些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也会主要篇这些不同的行业里面 尤其是可能会增长的行业 我们会给大家做更多的分析 那今天呢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观众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点赞 然后呢分享 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 把你们的那个问题啊 或者是你们的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写出来 分享给大家一起看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拜拜